运气算是所有社会当中都存在的一种迷信 但相信大家都曾在网络或是报纸上看过自己的运势 或多或少的都会好奇想知道自己的运气如何 尽管如此 不管幸运的还是倒霉的 往往还是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在生活里 你好 我叫阿佑 今天我们为你带来了 在旅程中最意想不到的八个倒霉事件 你曾经遇过什么倒霉的事情吗 在下方留言让大家知道吧 在飞机上的人 你可能曾听说过飞机起飞时遇过的各种紧急状况 比如飞机没有正确除兵 机上乘客咄咄逼人 甚至发生火灾 但这个故事是关于一个疯狂的肾上线素爱好者 在尼日利亚的拉格斯机场 一名阿兹曼飞行员在滑行前发现了他 细行的飞行员立即关闭了已经在运转的发动机 这家伙先是靠近飞机 然后绕着飞机转圈 再突然爬上机翼 试图进入机舱 当乘客们从窗户看见这个陌生人时 很是担心 不过 幸运的是 这名男子很快就被逮捕了 虽然机组人员和乘客们必须接受另一轮的安全检查 但航班仍然能按计划起飞 随后在审讯中 才得知原来这名侵略者想免费搭飞机去加纳 意想不到的行李箱 告诉我们 你又没有开过玩笑说把你心爱的人放在行李箱里 再带着他去旅行 或者你曾经也试着把自己放进行李箱里呢 有些人真的敢这么做 但是出于更悲哀的原因 也就是为了逃离自己的国家 一名男子就在试图用行李箱偷渡出秘乳时被抓了 在立马的豪尔赫查维斯国际机场 一只嗅探犬嗅出这名男子的气味 并发现他蜷缩在行李箱中 当一名拉行李箱的男子开始紧张时 保安人员也开始怀疑 那家伙想尝试找个借口 不过当然 他失败了 结果 那个蜷缩在行李箱的可怜男子就这样被发现了 警方说 隐藏在案件中的男子试图逃离该国 而目前 他和他的朋友也都已经被逮捕了 沉默的宝藏 这艘名为 Envy Oliver Cromwell号的船只 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了 1993年 这艘船在格洛斯特的格洛斯特码头 已经变成了一个漂浮的旅馆 过了一段时间后 就决定修复这艘驻船 并翻新出售 这次的维修投资高达24万英镑 过了不久 一位来自北爱尔兰的匿名买家就出现了 英国度假邮轮所要做的 就是把船从英格兰南部运到最终目的地 头几天一帆风顺 但是当船要横渡爱尔兰海时 情况开始变得糟糕 这就是悲剧发生的地方 Envy Oliver Cromwell开始迅速下沉 当救援船到达时 船头已经在海底消失了 专家们别无选择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艘船沉入海底 三个小时后再也没有船的踪击 在自动驾驶上最久驾驶 你可能曾听说过最新的现代汽车都有自动驾驶系统 基本版的自动驾驶能够在道路上行驶或在障碍物前方刹车 高级版的自动驾驶可以停车变道和转弯 随着技术的进步 交通治安也必须如此 2018年在某个凌晨的3点30分左右 两名加州公路巡警在帕洛阿尔托101号公路上发现 以每小时112公里的速度行驶的特斯拉Model S的驾驶座上的一名男子时 他们便跟在车后打开警笛和车灯 当司机没有回应时 警察们也就只能见机行事 考虑到这辆特斯拉可能在使用自动驾驶 他们要求后援来减缓后面的交通 然后把车停在车前逐渐地开始刹车 特斯拉也渐渐地停了下来 警方逮捕了这名司机 警方在一份报告中确认 这名来自洛斯阿图斯的司机是45岁的压力山大约瑟夫·萨梅克 因酒后驾车而被捕 警方事后表示 詹维能确认事件中的特斯拉是否启用自动驾驶系统 不过似乎有可能 因为这辆车保持在自己的车道上 并对周围的车辆做出反应 尽管他的司机一直到警察敲了他的车窗后才醒来 媒体没有具体说明司机最终会受到哪种类型的惩罚 但在此事发生后 他很可能被禁止使用无人驾驶车辆 意外的越狱 这名澳大利亚罪犯原本不打算逃出警察局 但最后他也别无选择 该名男子被捕后 在被派往警察局的途中被立即释放 怎么回事呢? 看这段视频发布在一个让澳大利亚司机们分享有趣行车记录器视频的群组里 你可以看到一辆警车在红绿灯前等候 汽车启动后突然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情 车门突然打开 罪犯从车里掉了出来 从他摔倒的方式来看 逃跑显然不是他计划的一部分 原来是警察忘了锁后门 现在网民都在想 警察是否会因为疏忽大意而被罚款 在路上的盲曼 你听说过一种被称为盲曼的海洋生物吗? 如果没有 请做好准备 世界上很少有余可以比得上这个海洋怪物 它不仅有一个可怕的外观 而且它还有机灵的方式来杀死它的猎物 这种生物会使用一种特殊的粘液 不断地从它的身体里排放出来 如果你抓住了一条盲曼 它会不断地释放粘液来保护自己免于死亡 现在 在进行了简短介绍之后 你将更容易理解在美国这条路上发生的事情 否则 你可能会认为这是抓鬼敢死对中的一个情节 不 这绝对不是抓鬼敢死对中的情节 2017年7月14日 一辆载着上千只盲曼的卡车 在俄勒冈州的公路上失事了 盲曼覆盖着公路 每两车辆都沾满了粘液 这也创造了有史以来最匪夷所思的交通阻塞 赶到现场的救援队试图用水清除淤泥 却不知道他们只会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 结果 现场成了这些生物的天堂 他们蹲上了卡车的轮子 消防员的靴子 以及他们在该地区所能找到的一切 这也很可能是 在事故发生之前 卡车在合法运送这些盲曼时 水煮箱里就已经装满了粘液 因为这些鱼是很难在不触发粘液反应的情况下移动它们的 你可能曾在长途飞行中听过 以飞越大西洋的飞机为例 飞行员可以轻易地进行小睡 但不要担心 这只发生在高海拔的情况下 同时也只在副驾驶监控的情况下 但这个故事里的飞行员 显然已经累得不能坐在方向舵后面了 否则怎么解释 他能在40分钟的飞行中睡着 甚至错过了目的地 航班如此之断 是因为飞机从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岛的机场起飞 飞往一个名叫国王岛的小岛 但在某个时刻出了点问题 飞行员睡着了 一直睡到着陆点落后46公里时才清醒过来 但不要评判这个可怜的人 这是他当天的第七次飞行 也难怪这个人的身体在那个时候已经拒绝工作了 掉进火山 这起事件绝对是我们视频中最具实施性的事件 1992年两名摄影师在夏威夷拍摄基拉维厄火山 这段录像是从一架直升机上拍摄的 在某个时刻 飞行员失控了 直升机就这样直接掉进了火山口 幸运的是 基拉维厄火山当时并不活跃 然而他们处境艰难 因为陡峭的斜坡和危险的火山气体 包括硫化氢和硫氧化物 而无法走出火山口 而飞行员决定试着接近直升机 并用无线电请求帮助 然而这三个人在没有食物和水的情况下 在恐惧中度过了接下来的几天 一段时间后 另一个飞行员驾驶的HVNP 夏威夷火山国家公园的直升机降落在火山底部 救出了飞行员和一名摄影师 而另一名摄影师因曾试图爬出火山口 所以被困在火山墙上 随后 由于天气的中断 让救援直升机飞入火山口 落下一个细在45米长的绳子的篮子 最终成功救出了那位摄影师 难以置信的是 三位落难者都幸免于难 你曾经遇过什么倒霉的事情吗 在下方留言让大家知道吧 希望你会喜欢这一集的影片 别忘了在影片下方按个喜欢 也可以订阅这个频道和接受通知哦 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影片 也请分享出去吧 感谢你的收看 这里还有一些影片 我们认为你会喜欢 我们一起到下一个影片 脑洞大开吧 拜拜